第1521章我们,回来了 嗨,白衣青年看清眼前一幕后,微微一愣,旋即朝众人友善打了个招呼,场面一度非常尴尬,尤其是经过这段时间搜捕,对赵放模样乱熟于胸的众人,在第一时间,辨认出白衣青年的身份,正是他们一直苦苦寻觅的赵放,小子,你终于出来了 沐野锋眼中掠过一抹阴痕的喜意,除了沐野锋面带杀意外,阿大势力其他强者,对眼前的白衣青年,大都是好奇居多,白衣青年,正是在虚无名冤彻底解决掉一族,打开虚无名冤的传送通道,第一个返回万界疆域的赵放,听到沐野锋的话,他转身看了对方一眼,一眼便看出他战神功的身份,没办法,战神功修炼战器,这种气息,与神力完全不同,格外扎眼 想不惹人注意都难,听你这话,好像一直在找本公主 有事,赵放淡然平和的口吻,惹得沐野锋眼眸胸光闪烁,你使诈袭杀我战神功欲龙战神游蟹甲,现在还想在我面前装糊涂 沐野锋冷声道,我提个,赵放拖场尾音,似是刚想起这件事,扫了岩场上众人,你们都是战神功的帮凶 你多欺少也太卑鄙了吧,你闯雪明海,灭无极魔道,甚至杀戮群佛,挂乱万界疆域,十恶不赦 我们此来,是为万界疆域铲除一祸害 有何卑鄙可言,一个戴着骷髅面具,身照金袍,声音听不出男女的神主 节节冷笑,你谁啊?你才是祸害,你全家都是祸害 赵放美好气道,哼,骷髅面具冷哼,手中寒光闪烁,不知何时,抓出了一柄匕首,刹那间,骷髅面具整个人的气息 越发诡异阴冷,透着极度危险的味道,对于这种气息,赵放并不陌生,相反,还极为熟悉,杀手 哼,别把本座跟那些低级杀手相提并论,本座乃天庭第三杀神,大饭天 骷髅面具冷笑,天庭,又一个刺黄金势力,赵放听闻过天庭名号,名气起的大气,却竟敢一些偷鸡摸狗的勾当 但不可否认的是,以杀人闻名的天庭,是八大刺黄金势力中,最不可招惹的势力之一 本公主没杀你们的人,你却急不可耐地跑来送死,真是有意思 赵放笑容冰冷,目光略过众人,这么说来,你们都是八大刺黄金势力的强者 本林天康四圣宗朱雀,为心有朱雀图案的赤甲少女,跨前一步,声音冷漠 本神星辰大海东海之主波赛东,一个半人半鱼,手持黄金三叉戟 一头金色发丝披肩而落,谋战金王的青年,冷然盯着照放,太上忘情叫老君 老君倒是眼瞼一概,神情淡漠,八级蒙,龙笑天 身材魁梧,气息彪悍,颇有几分野蛮人气质的大汉 跨前一步,黄泉轮回到,钟离 维心有漩涡印记,身形模糊,似站在虚无与现实加层的青袍男子 淡淡到,虚空神殿,九剑 表面邋遢的九剑,并没有其他人看向照放时 或阴狠或冷漠的神情,有的只是一抹淡淡的好奇 本神战神公沐野风,今日必要取你狗命 沐野风眸光冷忧,照放不理他,只是看着众强者 笑了起来,万界疆域八大赐黄金势力都来了,你们还真是看得起我啊 不过,凭你们这点人,还留不住本公主 点,对于照放着话,八大势力的强者们,微微皱眉 大梵天冷笑,你能搞掉掌中佛国,的确有些手段 但这并不是你猖狂的底气 万界疆域最强的八大势力其出手,没有谁能挡得住 波赛东,沐野风,大梵天等人自信满满,这么说来,你们是打算以多欺少了 照放挑眉,即便面对万界疆域最强大的八个势力强者的围攻 他的脸上,也没有多少担忧惊慌的神情 依旧淡定从容,这份从容,惹得八大势力的不少强者暗暗皱眉 极为不悦,认为照放太过轻视他们,是又如何 波赛东挥动三叉戟,星空之下,顿有海浪蓬轰的声音,引有潮水席卷而来 照放一栋未动,唇角勾起一抹笑容,不如何 既然你们想以多欺少,那就来吧 本公主倒要看看,到底是谁欺负谁,点 对于这话,大多数强者都没怎么听明白 光提的,便在这时,照放身后心弦,骤然扩大 一个巨大的星空漩涡轰然成形,倒到浩瀚惊人的神力波动 自照放身上涌出,传递到漩涡之中,你,你在稳定空间法阵 南公察觉到法阵波动,惊讶叫道,该死,这家伙在拖延时间 他现在搬就兵了 八大赐黄金势力的强者,并不是傻子 此刻也看出端倪,他们本想阻止,可法阵开启 所产生的漩涡太强,除了波赛东等八大势力领头强者外 他们手下的人,全部被波及,直接被掀飞了出去 即便是波赛东等人,也是动用大半神力抵挡漩涡 根本没有袭杀的机会,只能眼睁睁看着法阵开启 一道道光芒从漩涡深处射出,羞羞羞的 一道道强横的气息波动,从漩涡深处射出 涌现在照放身旁,仅仅十几个眨眼的功夫 照放身后,出现了一排排密集可怖的人潮 这些人,每个都拥有着极强的力量,领头的二十多人 身上流转着不逊色沐野风,波赛东等人的强横气息 这,八大势力强者傻眼了,这家伙从哪里弄来的这么多强者 这群人气息很古怪,在万界疆域从未见过 他们好像,万年前被驱赶出万界疆域的古族 古族隐匿万年,再度出世 大部分人对其都是茫然无知,但如木野风八人这种八大势力高层 对于这些上古秘文,并不陌生 在八大势力其他强者疑惑这群人身份时 他们一眼便看出,这突然杀出的大批量强者 正是被八大势力联手赶出万界疆域的黄金古族 如今,他们回来了 第1522章照放的威胁性,古神族 天妖族,金甲族,浮屠古族,黄金眼族 金甲族,深渊古族,荒谷圣族苍天霸体一脉 将眼前这群人,与记忆中古族相关信息一一比对后 木野风八人震惊发现,十大黄金古族 除了巫族与神秘的天族外 此地竟然汇聚了八大古族 该死,不是说古族被囚禁在虚无名冤 与一族进行无休止的杀戮,快被灭绝 怎么会活着走出虚无名冤,还特么有这么多人 八人难以接受,古族强者们出现 让他们感受到久违的危险气息 原本,八大势力对照放,是碾压的局势 可随着八大古族现身,场面优势瞬间逆转 八大势力人数的优势,荡然无存 这里是万界疆域 多少年了,我们古族终于再次踏足万界疆域了 哈哈波浪福波浪福 与八大势力强者的震惊不同 古族众人最先注意的,是此地的环境 大确认是回到万界疆域后 一个个古族老人,再也无法维持往日在族中的尊荣与威严 如同一个孩子般,喜极而弃,狂笑不止 至于八大势力,反倒被他们给无视了 赵大师,谢谢您 狂笑之后,由古族老被强者 向赵放表达诚承执谢意 赵放摆了白手,指着脸色难看的木野风等人道 先别道谢,还有一些苍蝇要拍 八大古族四世才发现木野风等人一般 看了过去,目光冰昂而风锐,就这么点人 连一族都比不上,还不够我们塞牙缝的 有古族强者冷笑,蚂蚁腿再小也是快肉 说的也是,当年我们古族就是因为轻视这群家伙 才被他们算计,赶出万界疆域 这种错误,犯一次那是正常 再犯第二次,那就是愚蠢了 当年,八大势力对我们可是斩尽杀绝 这笔账,老子早想跟他们算了 还说什么废话,干吧 点双引号点点,古族强者摩拳茶掌 一个个气息狂野,眼神凶残 带着不死不休的目光 盯着木野风等人,布阵,组织迎敌 木野风等人唯有耸,第一时间宣战 并下达一系列指令,企图抢占先机 该死的八大势力,辣命来 古族强者,以族为单位 分别对上八大势力,双方展开了矿石大战 这样大规模,且有数十位神主参加的战斗 在万界疆域,已经有很久没有出现了 即便是那些隐藏在暗处 悄悄盯着这一幕的势力 也被眼前发生的战斗,被吓傻了 砰,砰,砰,战斗激烈如火 双方一副不死不休的姿态 照放则是环抱双臂 平静看着这一幕,就像是一个没事人 与这场激烈凶险战役的画风,格格不入 各位长老,那些神主可别弄死了 把他们打成重伤就好 留给我,我给大家炼丹 照方便观战,便冲鼓族强者叫道 穆叶峰等人听到这话 顿时气都不打一处来 想他们在各自失利中 那都是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 俯师万界疆域超级存在 无论到任何地方 各方势力都要恭敬的当爷爷恭者 不敢有半分不尽,何时如眼前这般 被人当作材料炼丹 相比于这些,更让他们心惊的 还是鼓族强者们听到这话后的反应 好了 赵大师您且等着吧 赵大师放心 这群药材跑不掉 就等着您来炼丹 八大势力强者满心不解 一脸疑惑,不是说 十大鼓族之间,彼此不目 何时变得这么团结了 还有,那小子又是什么人 竟能对这么多鼓族发号施令 想不明白 木野锋等人越想越不明白 越想越是发现 自己这些人 还是低功了照放 没想到 这家伙居然能从万界疆域 第一绝地虚无名冤活着出来 还带回了鼓族 此人所作作为 皆是与万界疆域为敌 是我等生死大敌 无论如何 今日都要将他绞杀 否则 等此时过后 此次羽翼丰满 谁人能治 八人都看出端倪 遥想第一次知晓照放名字时 还只是在八大势力最高层中流传 那个时候 吞戒锁空大阵半废 八大势力差派强者查看 查出了个照放 却未找到其人 照放就先一步灭掉了雪明老祖 进而踏平无极魔道 就在八大势力反应过来 派强者追杀时 战神功玉龙战神 由谢甲宇照发来了一次遭遇战 结果 战神功赫赫有名 战无不胜的玉龙战神败北了 照放胜了 解再次引盾 盾入一个连八大势力都未想到的地方 掌中佛国 玉龙战神由谢甲之死 在战神攻击起惊涛骇浪 随后传出的掌中佛国被灭的消息 更是让八大势力如座针毡 照放成长得太快了 快到八大势力每次的反应 都是慢上半拍 深刻认识到这个错误后 八大势力罕见的自万年前竹杀谷足后 再次形成同盟战线 分别插派强者 组成绞杀小队 本以为此次行动万无一失 可结果 还是大大超出所有人预料 有人是先算计了照放 把他踢出了万界疆域 送到第一绝地虚无名冤 本以为那小子从此之后 将永辰虚无名冤 不曾想 他竟然活着出来了 不但如此 还带来了被八大势力赶逐的鼓足 也是因为这一点 让木野风的强者 再次看清照放的威胁 本神已经传讯公主 公主大人会亲自赶来 这一次 必要让照放 还有这些鼓足羽孽 死无葬身之地 其他七位强者意识纷纷点头 表示各家宗主很快便会赶来 原本颓弱低势气 随着八人这番话说出 明显改善不少 变得更加不畏生死 哼 大黄谷天虎等人眼眸冰冷 实力完全展开 将木野风八人彻底压制 照这个趋势要不了多久 就能将他们重创 修波浪符波浪符 大战不知继续了多久 突有一道纯黑光芒 如夜幕降临 席卷而来 第1523章 他乡欲愁 场上大多数强者 都在奋命搏杀 尽管感应到那黑幕的靠近 却也没谁转身去看 唯有双臂环抱 一副看热闹姿态的照放 有些百无聊赖的看去 黑幕中 有一道淡淡青色光芒 青光并不明显 可随着黑幕越来越近 金光包裹的身影 亦是渐渐落入赵放的眼帘 赵放脸上戏谑淡漠的神情 历时一正 旋即露出错愕 甚至带着些许惊喜的模样 怎么会是他 金光包裹的身影 赵放很熟悉 这辈子都难以忘怀 他本以为 此生很难寻觅到对方踪迹 不曾想 会在这里遇上 太上忘情道强者老君 察觉到来人气息 再映受了金甲族长一击蛮横重创 胸骨断裂大半 口中喷血 身形横飞之际 转头朝着身后黑幕中的 青光身影大喝 圣女快走 话落 一道白衣身影 默然出现在老君上方 老君眼瞳微缩 他虽然重伤 但一身眼力惊艳还在 饶是如此 自己竟没有差距到 对方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走 他是走不掉了 赵放摇了摇头 踏嘘而上 向着黑幕中青光身影 缓步走去 给本君留下 老君看到这一幕 神色微变 尽管单从修为而论 赵放与自家圣女相差无几 可他在赵放身上 隐然感受到一股危险的气息 他不知道 这是怎么回事 但可以肯定 圣女若与赵放死斗 最终的圣者 定是后者 所以 他要阻止赵放 滚开 赵放猛然转身 一拳轰出 拳出的刹那 似有世界缩影一闪而过 更有一股灰色莫名的神秘力量 依附其上 砰 装拳碰撞 并未激荡起多么惊人的波动 赵放的攻击 看起来棉若无力 比之老君一拳 无论是气势还是表面威力 似都相差十万八千里 若按常理而论 赵放定然被老君一拳轰杀 可结果 却出乎所有人预料 卡擦 砰 老君与赵放对轰的手臂 先是骨断 接着有鲜血喷洒 最终整个手臂爆碎 什么 怎么可能 一直暗中观察这一幕的木野风等人 看到这一幕 君是震惊不已 要知道 老君那可是太上忘情叫三君之一 是六星神主巅峰强者 哪怕先前被金甲族长打伤 也不是区区一星神主能够威胁到的 但事实就是如此 看起来胜算极大的老君 在与赵放硬碰硬来了一次后 手臂炸成血雨 不但如此 他的身体 在剧烈颤抖 提表战出了一道道 妖艺七美的雪花 整个身子瞬间染成雪红 碰栏炸开 仅仅是三细的功夫 太上忘情叫三君之一的老君 便被赵放一拳粉碎了肉身 这一幕 不光震惊了在场正在激斗的八大势力强者 就连远处急急赶来 次要参加战斗的黑幕中清光身影 也被禁住了 竟停了下来 黑幕停止蔓延 清光身影缓缓显露出一个绝美女子的容颜 女子面容绝美 但气质却是空谷冰冷 宛如广寒仙子 高高在上 俯茶万界 没有丝毫的烟火气 即便老君肉身崩碎 也只是让他带眉微醋 真正令他神色大变的 是白衣青年赵放的容貌 你 你 莫可能 女子指着赵放 绝美容颜上 露出震惊与不可思议的枉然 但台妙哥 好久不见 赵放望着绝美女子 唇角泛起一抹笑容 赵放 果然是你 听到对方一语道破自己名字 但台妙哥哪里还不知道 对方就是自己所认识的那个人 可这也太让人震惊了 荒语中一个蝼蚁 近有一日 与自己在万界疆域相遇 谈台妙哥情绪复杂难明 没有所谓的他相遇固知的欣喜 有的只是震惊与不安 他可是清楚记得 自己当日强行带走木青悬时 少年那倔强冷漠的面容 没想到 时隔多年 曾经被自己看不起的少年 竟也成长到这种高度 这让一向自诩经历非凡的 但台妙哥 头一次怀疑老天的公允 你堂堂天狱的大人物 竟然还能记住我这个荒语的蝼蚁 真是我的无上荣幸啊 赵放笑了起来 只是 这笑容在但台妙哥看来 确实充斥着戏谑的味道 但台妙哥苦笑 但很快 他神情威廉 归附先前清冷高傲的姿态 赵放 清悬被我收入门下 我可是全心全意对待 未曾亏待半分 你身为他的丈夫 按照礼数 就算不称我为师尊 难道还要杀我不成 我可要提醒你 我如今的身份是万界疆域八大势力太上忘情教的圣女 刚才被你碾碎肉身的 是我教中三君之一 你现在可是彻底得罪了太上忘情教 一旦教主出手对付你 以教主通天彻底之能 你就算再厉害十倍 也要横死当场 谭台妙哥神声道 尽管很想将这个昔日蝼蚁再度踩在脚下 可方才的一幕 却深深刺激着他心神 让但台妙哥不得不认清现实 自己不是对方对手 呵呵 赵放笑了起来 带着几分嘲讽味道 怎么 那个高傲的不可一世的但台妙哥 居然也有拉别人虎皮当大依下胡小爷的时候 谭台妙哥面色冰冷 我只是看在沐清玄的份上 留你一条命而已 你若此刻束手就擒 同我于教主认错 并加入我太上忘情教 我以教中圣女身份保证 你不会死 不但如此 你以后在教中的地位 也只是仅次于教主于我 加入太上忘情教 赵放面色古怪 看了眼但台妙哥 你脑子没坏掉吧 还是圣女当酒了 整个人都变傻了 我是来复仇的 家你妹的家 你 谭台妙哥背弃得不轻 神色同样冰冷 既然如此 那你就去死吧 话落 但台妙哥取下号万上玉色手链 向着赵放抛去 行经半途 哼 手链炸开 一只白玉手掌 带着藐视人间一切权势 高座云霄 俯瞰沧海 三海默然气息默然探出 横空拍向赵放 手掌压向 一股灭情灭性 灭绝一切的恐怖气息 刺白玉手掌落下的刹那 猛然爆发 第1524张神 他妈的强弩之末 天道无情 太上忘情 太上忘情掌 太上教的圣女道士果断 知道赵放不可敌 直接动用太上教主留给她的底牌 太上教主那可是神主巅峰强者 是一粒在万界疆域巅峰无敌的存在 加上他灭情决心 攻杀手段 远超寻常神主巅峰 那小子这次死定了 点双引号点点 穆叶峰等人 见诞台庙歌毫不犹豫 动用太上忘情掌 都散叹其果断 同时暗暗期待着赵放之死 赵放眯着眼 并没有躲闪 只是望着那白玉手掌 如天穷压下 临身之际 赵放缓缓身出手掌 掌中有山河幻动 日月流转 正是她开辟的黄品内天地 内天地中 没有生灵 只有山川草木 以及她用宝物炼制而成的星辰 然而 她已然具备真实世界生存的基础 在赵放催动内天地时 内天地与她的右掌融合 一道灰色的能量 出现她在掌心 犹如一道银线 我在神地巅峰时 便已然开辟出黄品内天地 今日踏入一星神主 倒要看看 这黄品内天地的威能 到底有多强 话落 掌心向上 迎向太上教主的太上忘情掌 居然还敢与太上教主拼掌 真是不知死活 这次看你怎么死 木野风等人冷笑连连 笑容争鸣快意 似是已然遇见到 赵放被这一掌直接拍死的画面 轰 赵放的内天地与太上忘情掌硬汉在一起 刹那间 无穷神力喷涌而出 整个天穷寺都被两股强大力量七成两半 虚空震颤 一些实力较弱的家伙 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 直接被震杀当场 砰 剧长碾压而下 所产生的神力风暴 将照放的身形瞬间吞没 滚滚神力风暴冲销而上 激荡八方 看到这一幕 木野风等人暗自松了口气 哼 让你得色 知道万界将遇巅峰强者的厉害了吧 可惜 你再也没有后悔的机会了 不光他 其他六位强者 也都一脸戏谑的望着这一幕 但台庙哥神情平静 唇角泛起一抹淡淡笑容 转身看向一旁的老君神时道 老君 我为你报仇了 老君神时点头 阴沉面容上 一时露出一抹笑容 赵方一死 古族群龙无首 势必会士气不振 正是全歼他们的大好时候 嗯 但台庙哥点头 但恶然发现 面对赵方的死 古族表现得极为冷淡冷漠 甚至可以说是漠视 好像根本不在乎 但仔细一眼 却发现他们神情很是从容 并非真正的冷漠 怎么回事 赵方都死了 他们居然也无动于衷 穆野风等人原本还想借此喘一口气 但古族却没有丝毫停止功法的意思 功是反倒更加伶俐 一副以命搏命的姿态 哼 不过是困兽之斗 垂死挣扎 连赵方我们都杀了 这群古族更不在话下 穆野风猛笑 话落滚滚激荡而起 这缓缓消散的神力风暴中 传出一道淡漠戏谑的声音 穆野风 你把我杀了 什么时候的事情 我怎么不知道 听到这话 八大势力强者脸色巨变 不可思议望着那缓缓显露身影 毫发无损的照放 瞪大双眼 一脸见鬼的表情 你不是被太上教主的太上忘情长拍死了 怎么还活着 错觉 错觉 一定是错觉 点双引号点点 穆野风不敢相信 但台妙哥同样震惊 翘脸发白 紧抿着嘴唇 撕撕盯着照放 虽然不知道 你是用什么法子 硬接下太上忘情长 但即便你能接下 以太上忘情长的威力 你此刻怕也已经是强母之末 大梵天眼眸冷忧 身形一晃 似深海鱿鱼 尾巴摆动 身躯瞬间消失 哼 给我滚出来 与大梵天交手的是古天虎 他冷哼一声 一拳砸向某处虚空 哼 大梵天狼狈低落而出 被一拳阵裂 现身的那一刻 身形直接爆碎 但所有人都皱起眉头 凹阔古天虎 他虽然对自己十分自信 可并不认为 自己这一拳 能瞬间灭杀一个 神主中期巅峰的大沙神 分身 照放目光微眯 此时看出了什么 那分身气息与我本尊极为相似 甚至连灵魂波动都一模一样 你居然能看出它是分身 有点本事 但可惜 这点本事就不了你 冰冷声音在照放身侧响起 与此同时 一把闪烁着乌芒 令人处知 变心神经济 甚至毛骨悚然的匕首 悄然闪现 带起一抹冰冷的刀光 滑向照放的咽喉 当照放抬手 掌心灰色能量涌出 看起来普普通通的能量 却轻易挡住匕首的突袭 更令人心惊的是 卡擦 价值不菲的七七神笔 直接从中断裂 倒碎成两半 再倒碎的边缘 有灰色的印坟 怎么可能 大梵天瞪眼 便在这时 照放我全 浩荡全力奔涌 近在咫尺的大梵天 固然察觉到照放用意 神色微变 毫不犹豫选择退避 他虽然号称杀神 但本质上 就是一个杀手 擅长偷袭 并不擅长这种明面上的战斗 尤其还是这种贴身肉搏战 然而 在他刚要退避的瞬间 一双手掌 无声无息的破镜 抓住他的手臂 如铁骨斑 将他嵌在原地 滚 大梵天抱贺 手臂自动炸开 想借此脱离照放的束缚 但还睡晚了一步 凝聚着银线光芒的一拳 轰然打在他的眉心 砰 拳头尚未靠近他的眉心 他的眉心直接被轰出一个鸡蛋大的血洞 紧接着 轰然炸开 大梵天明显没有老君幸运 老君肉身暴碎 但好歹神识保存了下来 而大梵天应受这一击后 脑袋与神识轻刻间同时炸裂 死得不能死 望着脑浆合着血雨喷洒的一幕 木野风等人遍体发寒 面色极为难看 重伤之躯 强弩之末 神他妈强弩之末 你见过一拳轰杀一名神主中期的强弩之末吗 这一刻 心中慢凉的木野风等人 已然确定 应受了太上忘情长的照放 真的没有受伤 真特么是毫发无损 怎么会这样 八大势力的人 都想不明白 他们也没有机会想明白了 古族趁势眼杀而来 原本就是苦苦支撑的八大势力 在接连失去老军 大饭天两尊强者后 好不容易维系住的平衡 彻底崩盘 第1525章传颂令 片刻 战场恢复平静 八大势力准备不足 被鼓阻打了个措手不及 惨败 除了领头的八大强者外 八大势力 其余人等 都是死的死 逃的逃 格外凄惨 谈台妙哥没有逃 他知道 自己逃不掉 赵放正专注地盯着自己 在看到赵放 平安现身的那一刻 他的心中 便已然绝望 赵放 你最好放了我 否则 就是与整个星辰大海为敌 波赛东被擒下 却依旧傲慢异常 叫嚣不已 赵放 此次失误会 放了我 我保证八级蒙不再插手你的事情 赵放 你有本事就杀了我 不然 就等着整个战神宫的疯狂报复吧 赵放 你得罪了我们天庭 你死定了 你之后的每一天 都会接到我天庭的问候 惶惶不可终日 八大势力的强者们 或叫嚣或服软或威胁 都没闲着 唯有两人例外 虚空神殿的酒剑 以及天刚四圣宗的朱雀 能否让我喝口酒 酒剑面色如常 冲将他拿下的浮屠古族 麻衣老者问道 麻衣老者微微皱眉 随手一点 解开禁锢酒剑的封印 让他恢复一定自由 酒剑道也拾去 没有反击 也没逃 真的取下腰尖挂着的酒壶 一口接着一口自啄着 脸上露出陶醉心池的神色 看得古族不少人微恶不已 这祸难道不知道自己 现在是阶下囚 你的身上 为何有让本灵熟悉的气息 天刚四圣宗四灵之一 三代朱雀疑惑望着赵放 赵放心中一动 连有理会他 也没有理会其他强者 只是静静看着 但台妙哥当年 你把清玄从我身边带走时 我曾经说过 有朝一日 会亲自去天狱将他带回 我知道 这一点 我已经做到 事实上 当时我还许愿 带回清玄之时 顺道斩了你 可惜 你当时不在 谭台妙哥在也无法维持表面的平静 眼瞳深处 遇过一抹惊慌 不管怎么说 我都曾是清玄的师父 对他悉心教导 不曾亏待 你真要杀我 望着昔日高高在上 如今却在自己面前 露出欺黄哀荣的女子 赵放深感快意的同时 也明白力量是多么的可怕 若没有力量 又会变得多么的可悲 清玄死了 赵放平静道 听到这话 但台妙哥瞳孔微缩 心经这个消息的同时 也明白一个事实 赵放铁了心想杀自己了 如果穆清玄还活着 凭着这份师徒之情 未曾不能保住性命 可这唯一的希望 随着穆清玄的死 彻底化作了泡影 看在清玄的面子上 我给你一次机会 你若能在我手上撑上三息 从此两亲 否则就只能死 好 谭台妙哥没有犹豫 他也知道 这是自己唯一的希望 话落 但台妙哥寄出十数种防御类的神兵 神福 反正是把能用到的都用上了 整个人几乎都包成了粽子 可即便如此 在赵放黄品内天地的碾压之下 这些防御都如纸张般脆肉 被黄品内天地轻易碾碎 就连淡台妙哥也不例外 从始至终 赵放没有动用灰色暗能量 从始至终 淡台妙哥没有撑上两息 望着淡台妙哥身影 赵放的情绪 并未见得有多少快意 他杀淡台 并非是仇恨 而是了却当年一个誓言 抓住淡台最后一缕神时 赵放神情围动 将他收了起来 见系统没有提示 赵放轻叹 有些郁闷 当年淡台妙哥 强行掠走母亲玄 赵放因此触发 斩杀淡台妙哥任务 任务奖励极为丰厚 十二品灭食黑莲 修为提升一个大境界 先述 枯风 无限秒杀卡一张 可这一切切 都与他察觉而过了 就算超过系统规定的两年限制 我好歹也算完成任务 随便给个奖励拜 系统毫无反应 赵放脸色发黑 将露气发泄到 沐野风等人身上 连杀沐野风波赛东大犯天 解报出不少期间上品神福后 赵放心情舒缓许多 回去告诉你们老大 我可以代表古族原谅 他们先前的背信弃义 但有一个条件 撤去杀破界外的吞戒锁空大阵 同时向古族道歉献上赔罪之礼 赵放看着朱雀等人 缓缓说道 你能代表古族 朱雀怀疑 赵大师的话 就是我古族的意志 不错 古族强者们纷纷开口 见状 朱雀知道自己问了一句废话 怕我可以带到 但我们圣主会不会这么做 我可不敢保证 朱雀道 那没关系 等我解决掉现有的事情 会带着古族 一一登门讨债 希望你们的圣主 不会落荒而逃 柯柯 大师 您放心 我们八级盟一定会遵照您的指示 毕竟能与古族修好 也是我们盟主一直期盼的事情 说话之人 是身材精壮 颇有野人气质 但形式为人 异常软骨 毫无运气的八级盟强者龙啸天 希望如此 赵放偏了龙啸天一眼 随即挥手放了朱雀 龙啸天 钟离等人 只留下九剑 断天涯在哪里 九剑听到断天涯三个字 平淡的神情 露出一抹淡笑 果然是他放走了你 嗯 你知道什么 赵放眯眼 眼中射出两道如野兽般的凶芒 盯着九剑 九剑神色如常 达菲所问道 本来 此次围剿你 我虚空神殿是不想参与的 但虚空神殿十八殿主 并非人人都这般去想 尤其此处还在我虚空神殿的管辖范围 当时十八点钟 有不少强者 想参与此战 但最终都被二殿主 也就是你所说的断天涯压下 立牌众议 强行把我推到阵前 刚开始我还有些不满 可来到这里 感受到虚空未散的连环锁空法阵后 我便明白了一些 直到你问我二殿主的情况 让我更加确定自己猜测 照放皱着眉头 我对这些曲折 并不感兴趣 断天涯在哪里 这个我不知道 不过我在来时 他送给我一样东西 你一定会感兴趣 第1526章 盲山鬼域 这个世上 让我感兴趣的东西没有几件 照放说的当然不是狂话 久见笑了笑 取出一块有黑 上课巨门的令牌 逼给照放 照放仔细翻看了一遍 眉头微挑 眼中露出一丝惊讶 传颂令 不错 这座传颂令 囊括万界疆域 只要你有足够的神经 随时可以万界疆域任何地方 久见淡淡道 照放有些惊讶 这可是一件中宝啊 虚空神殿怎么会无缘无故将它送给自己 这不是送 而是借 是我们二殿主借给你的 久见四十知道照放在想什么 笑了起来 照放目光微闪 点头道 回去后 替我谢谢二殿主 来日 必当灯门愁谢 麻衣老者解去久见身上所有封印 久见诗诗然而行 声音朗朗 暗见清八戟 归憨歌大风 天子平欲己 见吕若云行 捏碎一枚玉玉符 光芒笼罩久见全身 他整个人消失在了原地 赵大师 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大皇等人有些茫然 按理说 众归万界疆域 肯定是要复仇 要雪沙八方 将当年曾欺辱古族的八大势力 一一斩尽 夺回属于古族的东西 在虚无名冤中 他们每天都在想这些 可当真的来到万界疆域后 他们才发现 物是人非 万界疆域的发展 早非当年古族执掌之时 所以他们茫然了 我有一件事情要办 在此期间 大家先待在偷天换日法阵修炼 等我解决了那件事 我们再横扫朱笛 好 古族强者对此都没有意见 方才的交战 让他们清楚意识到 经过万年发展 八大势力远非当初 古族经过虚无名冤一族的消耗 此消彼长 真正大规模战斗 古族要吃亏 能有准备的时间 他们自然不会拒绝 将古族全体送入通天塔第四层 照放取出传送令 神力送入其中 功 传送令清颤 光芒微亮 一道如圆满的光影 笼罩传送令 光影之内 挂着无数星点 宛如天上的星辰 仔细去看 却能发现 那就是星辰 十万界疆域的杀面图 照放在地图上看到了罗天御界 这时照放来到万界疆域 所经历的第一个御界 罗天御界在漫天星辰中 急不起眼 缩在一个角落中 很快 照放又看到了雪明海的位置 无奇魔道的位置 掌中佛国的位置 以及他现在所处的位置 这么看来 这里应该就是黄泉轮回到了 照放指向一片星辰群 奇妙的事情发生了 星辰群集体一出一缕缕惊人的丝线 丝线汇聚成数 形成一道光门 矗立在照放身前 光门下方 有着上百个凹槽 看模样 应是放置神经用的 照放取出500神经塞了进去 光门毫无反应 照放又塞了500神经过去 光门依旧没有反应 连续四五次 塞进去的神经足有两三千块 光门也没给出半点反应 那凹槽就像是个无底洞 怎么填也填不平 照放微微皱眉 倒也没怎么在意 神经它有不少 根本不在乎消耗 当填进去十万神经后 光门上方终于亮了起来 紧闭的传送门 打开了一丝缝隙 照放知道这传送令妙性 索性一把塞进去50万神经 轰轰踢个 传送门半开 虽然没有彻底打开 但勉强能容易人进去 照放又塞进去50万神经 传送门轰轰俱颤 无数空间之力 如丝线般彼此细节 散发着阵阵耗秒波动 传送门彻底开启 光芒大放 照放一步踏了进去 身影消失在光门外 再度出现时 凌空站在一处星空之上 星空下方 又暗沉寂 透着一股阴冷诡异的味道 芒山鬼域 黄泉轮回到的大本营 神闻人 照放当现身 便有树谷隐晦强横的神石波动 如大水般蔓延而来 瞬间发现了他 下一刻 树谷强横的气息 自鬼域内冲出 如流星般冲出鬼域的防护法阵 来到星空下 遥遥站在照放的四方 瞬间将他锁在中间 真不愧是黄泉轮回到 万界疆域的赐黄金势力 好快的反应 照放眯眼 暗暗惊叹 出现的四人 皆是一身黑袍 面容苍茫 看起来就像是行将就墓的老人 但那一身诡诀的气息 即便是神主中期强者 也不敢轻视 阁下和人 正东方的老者 盯着照放 声音沙哑 冰冷目光中 闪过一丝惊怡与清涅 惊得是 照放居然能无声无息 来到黄泉轮回到复兴之地 不屑的是 照放外放的气息 只是普通一心神主 翻天现功 照放 照放声音平静 即便被四大强者包围 依旧从容镇定 举手投足 散发着莫名自信 照放 此人相视一眼 眼中疑惑之色浓郁 他们都是黄泉轮回道中的老被强者 很少出事 也很少理会外界事物 对于这个前段时间 把万界疆域闹得沸沸扬扬的名字 并不熟悉 不过 在他们寄往的记忆中 万界疆域似乎没有完翻天现功这个势力 此处是我黄泉轮回道山门所在 不欢迎外人 阁下请回 东方未知的老者 神声道 他不知小赵放到底是什么人 但不管对方什么身份 自己不招惹对方 不就好了 他想得简单 却低估赵放要来此的执念 道歉 未能复活清泉之前 我不会走的 赵放摇了摇头 复活 东方老者敏锐捕捉到这个字眼 浑浊双目微微眯起 缓声道 这么说来 你是想用我轮回到圣地往生持复活一人 正是 赵放点头 这不可能 东方老者断然清喝 声音渐冷 现在离开 你还能保住性命 否则 就留在盲山鬼域 成为此第一亿万亡魂之一 话落 笼罩黄泉轮回到山门的法阵 骤然弥漫起一层层黑雾 黑雾中扭曲蠕动 传出无数道尖锐欺民的爆吼 仔细看去 那赫然是一个歌痛苦争名魂灵 第1527章 我叫弹台清拳 万鬼咆哮 亿亿万魂灵嘶吼 那场面 骇人之际 即便赵放曾与魂灵打过交道 也曾执掌百亿魔魂遮天翻 乍看这些魂灵 依旧感到心惊肉跳 黄泉轮回到 万界疆域第一神秘鬼绝宗门 传闻 万界疆域之下的小世界 所有死难的魂灵 都会被送到黄泉轮回到 日积月累 可以想象 这魂灵的数量 该有多么恐怖 赵放相信 眼前一望无际的魂灵 并非是黄泉轮回到魂灵的全部 眼前的一切 不过是这个庞然大物的 冰山一角罢了 再给你一次机会 速速退下 否则死 东方老者冷然盯着赵放 笑容微扬 带着几分嘲讽的味道 他不相信 对方区区神主 在看到这种场面后 还敢有识无恐 肆无忌惮 点 然而 当看到赵放的反应时 他愣了愣 赵放的确有些心惊 可心惊之后 脸上并未露出多少惧意 唇角反而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 他的这道笑容 东方老者四人 均看不透 但却明白 赵放不会退 也在这道笑容中 感受到一种无声的蔑视 刹那间 四人神情冰冷 不知死活 东方老者抱喝出口的刹那 整个人便消失在了原地 其他三人 并没有动 也没有出手的意思 在他们看来 以东方老者的实力 收拾掉一个普通神主 绝对是绰绰有余 但下一刻 令三人目自欲裂的一幕出现了 本应该一掌 必杀赵放的东方老者 在逼近赵放的刹那 却反被赵放一掌 拍碎肉身 就连魂魄 也未来得及逃出 被一张漆黑大口 瞬间吞下 接着 整个人气西全无 从这片世界 彻底消失 简单来说 东方老者 死了 老大 其他三人惊呼出声 脸上悲怆 后是震惊 再然后是恐惧 因为 被他们视作蝼蚁的赵放 身形前踏 身影瞬间消失在原地 再度出现时 已然站在西方老者身旁 同样是简单的一掌拍出 没有惊天动地 没有星辰崩落 简简单单的一掌 瞬间带走一位强者性命 第二人 死 便在这时 赵放踏出第三步 剩余的两人 连震惊反应的机会都没有 但却本能地感觉到了危机 两人带着金黄的神情 直接逃进了护宗法阵 且以两人全力 开启整座法阵 大阵开启之后 产生的异变与强横的气息 瞬间传荡整个黄泉轮回到 顷刻间 道中所有强横都感知到了 一个个身影消失在各自必关苦修之地 再度出现时 已然身在两位老者身后 地老 黄老 发生了什么事情 难道 又是天庭那帮家伙来了 对了 天老 玄老呢 一众强者连忙问道 待察觉 法阵之外 只站着一名白衣飘飘的青年时 更加觉得古怪了 他们死了 黄老脸色难看 什么 一众强者难以置信 天地玄黄 在黄泉轮回道 那代表着的 是黄泉道除却道主外的最强力量 在整个万界疆域 能胜他们的 也只有八大势力首脑级人物 如今 他们都不在这里 谁又有实力斩杀他们 难道 刹那间 一众黄泉道强者的目光 若在照放身上 充满难以置信的神情 但还是有一些强者 微微摇头 并不相信 快通知道主 有大敌来袭 其他人 听老夫口令 控阵比喻 地老没有废话的意思 吩咐下去后 便以全力催动黄泉轮回道德护宗法阵 黄泉法阵 其他强者见状 心中微臣 都不再多言 按照地老所说方位站好 操控法阵与敌 法阵外的照放 静静看着这一幕 神情无悲无喜 他没有在法阵位全部展现实力时 想先出手 而是等着地老他们重组法阵 将法阵威力发挥到最大 这家伙想干什么 他在轻看我们黄泉轮回道 该死 等下定然他好看 一个个黄泉轮回道强者极不愤的叫嚣着 地老与黄老的脸色 却是越发阴沉难看 他们方才已然届时到照放手段 那绝对堪称是不动则已 动则必杀 尽管两人躲在法阵后 仍旧感觉到 有股莫名的危机 笼罩心神 让他们坠坠不安 何必呢 照放摇头 看起来颇为无奈 我只想借网声池用一次 何必这么吝啬 法阵中的黄泉轮回道强者 原本还以为照放要服软 没想到他却说出这么一句 差点被对的吐血借用网声池 开什么国际玩笑 这可是我们黄泉轮回道的圣地 还吝啬 你妹啊 我们很熟吗 一群强者在心里骂娘 若非见地老黄老两人面色难看 对照放极为忌惮 他们或许已经骂出声了 阁下实力的确惊人 但动辄杀人 未免太过霸道 不管你是什么人 连杀我黄泉轮回道两名强者 都要给我们一个交代 地老声音冰冷 交代 照放望着地老 笑了起来 你觉得 凭这种乌龟壳 就有资格对本公主叫嚣 也罢 既然你们不见 那本公主就抢抢了 话落 照放来到法阵边缘 看着那一个个模样争鸣 神情凄厉的鬼魂 他略微摇头 轻叹道 生而为人 本就苦不堪言 此后却又被你们拘禁魂魄 不得自由 真是可怜可叹 今日 就有本公主来送你们往生 希望儿等能早日投胎 说话间 他手掌微抬 那天地之力灌注掌心 就要出手 修梯的 便在这时 黄泉轮回到的大本营中 突然射出十数道流光 这些流光 在一道青色光影带领下 成剑石阵形 向着法阵射来 眨眼间 光芒逼近 光影消散 露出青色光影内 那身着青色纱裙 身姿乱妙 面容精致 额声悬窝印记的妙龄女子 看到此里的瞬间 赵方身躯一阵 平静双眸内 露出惊恶难言的神情 蓝蓝自语道 青玄 金色纱裙女子 面色平静 那张与沐青玄一模一样的脸蛋 在听到这个名字时 微微抬起 以一种十分认真的态度 轻声道 我叫青玄 但台青玄 第1528张鬼面蝶 沐青玄 谈台青玄 名字都带青玄 是巧合 还是另有深意 尽管很不想承认 柯理智告诉赵方 眼前女子并不是穆青玄 与她也毫无瓜葛 两人外散的灵魂气息 连有一丝相似之处 世上真的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 赵方神情复杂 青涩杀群女子 但台青玄 神情也很复杂 赵方灭掉掌中佛国的消息传来时 她便动用皇权轮回道的关系 彻查赵方的今世今生 了解她一切的信息 令她吃惊的是 她得到的答案 确实空白 皇权轮回道 根本没有赵方转世的记录 就好像这个人 根本不存在 诱惑者 有大能者蒙蔽天机 让她看不到 相比较而言 但台青玄更相信后者 若是不存在 那眼前的赵方 又做何解释 而且 她能以神帝之躯 只身灭掉连八大势力 都有些忌惮的掌中佛国 若说无人称诚 但台青玄也不会相信 久仰大名 没想到 我们会在这里相见 谈台青玄笑容平静 但骨子里却透着一股 生人物尽的淡漠疏离感 赵方收敛情绪 缓缓道 你是何人 对方已然自曝家门 赵方问的 当然不是她的名字 而是她与皇权轮回道的关系 这是我们轮回道的圣女殿下 有皇权轮回道的强者上前 以一种异常骄傲狂热的口吻叫道 圣女 又特么的圣女 赵方愣了愣 旋即咒骂出声 你对圣女这个名称 似有很大的意见 谈台青玄望着赵方 轻声道 赵方笑了笑 道 你也是来阻我的 谈台青玄笑容含蓄 不减分毫 你说呢 那就来吧 赵方声音平静 早已叙事待发的雷霆议长 横压皇权法阵 但台青玄神情不动 轻松食指翻飞 不断打出一道道反傲复杂的神闻 随着神闻加入 整个皇权法阵的威能 骤然被增 依附法阵而生的一亿万魂灵 全部被神闻牵连 向着神闻蜂拥而去 眨眼间 一头比星辰还要庞大 由一亿万魂灵组成诡异蝴蝶 出现在皇权法阵的上空 说她诡异 因她不是普通蝴蝶 她拥有着一张鬼面 充满阴森鬼爵的味道 鬼面蝶 赵方脑海响起一个声音 先前吞噬游蟹甲神格后 就沉寂下去的小林子 再度醒了过来 小心 鬼面蝶攻击一般 半身孕剧毒 就算祖神被折一下 也要当场横死 小林子提醒道 她的提醒 终究还是晚了 鬼面蝶成形时 赵方纳蕴含内天地的一掌 直接拍了过去 与鬼面蝶在半途相遇 哼 剧想轰隆 整个星空 意外星辰都在颤抖 似随时都会崩落 哼 鬼面蝶瞬间便逼退 尽管她是皇权法阵阵灵 凝聚了一亿万魂魄之力所化 但与一个完整的内天地相比 依旧叙色不少 两者交出的刹那 鬼面蝶被全面压制 若非她构造奇特 只怕瞬间 就会被碾杀 不 鬼面蝶被震退 依附组成的魂灵 也有多数被当场震杀 同一时刻 照放如白玉的手掌 四被墨之浸泡 漆黑如液 黑雾蒸腾 就连掌中寒阔的内天地 也被墨之浸染 变成黑色 若非有内天地作为缓冲 只怕瞬间 照放整个人 都被染成黑色 毒素 太霸道了 哎呀 还是晚了 脚灵子太息 哈哈 她中毒了 鬼面蝶之毒万人能解 她死定了 皇权轮回到的强者们 纷纷兴奋大叫 地老 黄老一时微微 输了一口气 但台清泉笑容平静 并没有太多的欣喜 照放盯着漆黑的手掌 眉头微微挑起 她自然能感受到 那鬼面蝶之毒 正以一种极恐怖的速度 渗透内天地 等到她完全渗透后 整个内天地的一切 都要在顷刻间 成为粉尘 就连她本身 也会被外裔的毒素所害 大意了 照放心中莫叹 黄泉轮回到身为万界 将于八大赐黄金势力 又岂会这么轻易被攻破 别的不说 这鬼面蝶 照放还是初次听闻 但毒素之强 害人听闻 小林子 有办法吗 照放问道 有 先离开这里 我需要一些时间 小林子道 照放摇了摇头 不用了 不用 小林子一正 见照放没有退后的意思 她反应过来 连忙叫道 鬼面蝶之毒 极为恐怖 就算是本座全胜之石 也不敢沾染分毫 你苏退下 否则等此毒蔓延全身 就真的无可救药了 照放却像是没有听到她的话般 蓝蓝自语道 这一次 黄泉轮回到的山门 我无论如何都要踏入 谁也阻拦不了 包括你 照放用那被鬼面蝶之毒 浸染的黑色手掌 指着淡台清玄 但莫道 淡台清玄面色微变 她没有料到 都这种时候 赵放居然还死撑不退 哼 不自量力的家伙 谭台清玄心中冷哼 但很快 她那张精致的翘脸上 骤然涌出一抹骇然的震惊 有些不可思议的瞪着赵放 准确来说 是瞪着赵放的手掌 声音发尖 怎么可能 她的叫声 历时引得其他人注意 纷纷定睛看去 下一刻 更多的震惊与哗然之声 终是整个芒山鬼域 她的堵了 赵放那条漆黑如叶的手掌 不知道何时 恢复如常 白皙如旧 这 小林子也愣了 她也没想到 赵放竟能在顷刻间 化解掉鬼面蝶之毒 这种本能 堪称惊事 拘去鬼面蝶之毒 也想伤本公主 真是不自量力 赵放说这话时 心中却是肉疼 惋惜那被系统 克扣掉的大量至尊弊 为了化去鬼面蝶之毒 竟好掉我大半至尊弊 这次 我一定要洗劫黄泉轮回到 把失去的都不回来 的确 鬼面蝶之毒在外人看来 让人闻风丧板 无可化解 可在系统手上 那只是分分钟的是 鬼面蝶 澹台清旋力喝 鬼面蝶震翅 再度冲向赵放 临近之际 赵放伸出手掌 随意一拍 第1529章轮回往生时 啪 明明是由魂灵组成的鬼面蝶 被抽中后 竟发出打在尸体上的 清脆撞击声 更震惊的还在后面 卡擦踢的 一条不知道纵横多少里的裂痕 随着赵放这随意一掌落下 轻刻间 从鬼面蝶的上身 蔓延到下身 砰 鬼面蝶一分为二 无数魂灵痛苦嘶吼 却再也无法组合在一起 那交织的神闻 一时失去作用 光芒暗淡 下一刻 砰 一分为二的鬼面蝶 连挣扎的机会都没有 直接爆开 携裹着一亿万魂灵的鬼面蝶爆碎 不懂今天轰隆巨响如怒雷 在盲山鬼域上空乍响 其恐怖的威势 甚至弥漫周围数十个星辰 等到一切声响都消失后 黄泉法阵 早已被迫 就连法阵后的一众黄泉轮回到强者 连挣扎的机会都没有 纷纷横死当场 黄泉轮回到的山门前 一片狼藉 到处都是尸碎肉 一派末日之警 怕听得脚步声响起 从方才的爆炸中 幸运逃脱下来的众人 尚未来得及喘口气 便看到那毫发无损的白衣青年 副手而来 神情默然 这一刻 存活下来的黄泉轮回到强者 其其色变 包括弹台清玄 他在鬼面叠爆开之际 眉心悬窝骤然而动 形成防护力量 护住他的周身 所以他此刻 并没有受伤 只是略显狼狈 而动用眉心悬窝印记后 弹台清玄如铺般的发丝 瞬间变成了青色 成了名副其实的青丝 金丝飘荡 如亿万丝在星空飘扬 极具美感 他 赵放继续前进 弹台清玄翘脸发沉 正欲动手 翁踢的 一股浩荡无匹 极具威严的气息 漠然降临 这气息降下之际 原本就阴森诡诀的鬼欲 变得更加阴森可步 那气息如龙 瞬间锁定了赵放 赵放停下脚步 望着气息传来之地 不知何时 一道身着半黑半摆袍子的中年身影 出现在弹台清玄身后 那男子模样极为古怪 从头到脚 都是黑白相见 如同两个截然不同的黑白个体 组在一起的合成体 就连其眉心玄屋印记 也都是黑白相见 上人 道主 黄泉轮回到强者 看到此人 都如同看到旧星般 带着兴奋敬畏的口吻叫道 道主 弹台清玄转身看向黑白中年人 微微欠身 嗯 黑白中年人点头 一黑一白的眼眸落在赵放身上 你就是这段时间 将万界将欲缴的永无宁日的赵放 这话很平淡 可话里话外 怎么听 都透着一股责问的姿态 赵放眯着眼 同样淡默道 你就是黄泉轮回到之主 是本作 黑白中年人点头 既然如此 那就来吧 赵放不说废话 摆出一个起手势 黑白中年人摇了摇头 你的来意 本作已经知晓 无非是要借用往生时 何必要突入我轮回到强者 你既想去 那就随本作来 说完 黑白中年人连拒绝的时间都不被赵放 转身就走了 黄泉轮回到的强者猛了 他们本以为 道主现身 是为了给死难门人复仇 却没想到 道主直接认怂了 还特么把敌人直接往圣地带 赵放略意私存 便跟了上去 开辟出内天地后 赵放的实力 横压神主 就算是祖神 也可一战 他知道黄泉轮回道主 不可能这般轻易 就把他带到圣地 但他不在意 他会做的 只有一件事 不管面前有何阻碍 我自以利破之 这是对实力的一种极高自信 当然 赵放有这个自信的资本 黄泉轮回道内部 看起来与普通大实力 并没有多少区别 不过 这些人在看到赵放到来时 脸上都露出仇恨的神情 不管怎么说 方才与鬼面蝶的交手 都波及震杀了大量轮回道弟子 这对轮回道其他人而言 是只有鲜血才能洗涮的耻辱 赵放略往深入 略使心惊黄泉轮回道的底蕴 这一路之上 他已然感知到不少神主静强者的气息 尽管那些气息极为隐晦 一闪而逝 但都被轻易捕捉到了 竟然有三十多位神主 这黄泉轮回道 隐藏得真够深的 赵放眯着眼 心中暗自想着 同时 小林子也在提醒赵放 你要小心 黄泉轮回道虽然不险山不露水 但这里隐藏的神主强者 比起其他次黄金势力 都要多 继续前行 雷走多远 黄泉道主停了下来 在他身前 赫然出现一面并不大的墨绿小池 池中的液体 很是古怪 并不是实质 而是灵体状态 就像被抽离的魂魄精华 这里就是往生池 不等赵放询问 黄泉道主主动开口 此便是往生池 巨拢魂魄 往生轮回 赵放皱起眉头 这黄泉道主 真把自己带来了 现在 你只需把你想复苏的残魂 放置往生池中 便可借助往生池力量 收拢他前世今生所有魂魄 让他重新醒来 黄泉道主道 说着 他冲着同样跟进来的 但抬青旋道 赵公主是贵客 若在苏醒魂魄过程中 有不懂的地方 你要多多帮衬 不可心生百义 若非赵放没有碾碎 黄泉轮回道山门 没有杀掉天地玄皇中的 天玄二老 以及其他无数 黄泉轮回道强者 黄泉道主这话 赵放或许会信 但现在 赵放心中冷哼 询问小林子 复活残魂的要注意的事项 小林子所言 与黄泉道主并无多大差异 但更加细致 黄泉道主离开了 同样离开的 还有其他黄泉轮回道的强者 赵放本想阻拦 将他们全部留下 但心中始终有些顾忌 最终 还是放任他们离开 场上便只剩下赵放与弹台清玄二人 赵放似是无视掉对方存在 按照小林子所说步骤 小心地取出沐清玄的一丝残魂 魂影暗弱 其内的娇柔美人 似是睡了过去 并无死亡的痕迹 清玄 你很快就能醒来了 这一刻 哪怕镇定如赵放 心情也是极为振奋 第1530章巨魂 惊变 弹台清玄就站在不远处 他清楚看到 赵放是如何小心轻柔 取出那团魂影 看向那魂影时的呵护与溺爱 即便他这个外人 也不禁生出羡慕 那并美人的复杂情绪 但当他看清 那魂影中睡着女子容貌时 不禁娇躯一颤 明亮双眸内 露出一丝激动的震惊的情绪 他轻眼红唇 几乎惊呼出声 内心的震惊 更是如排山倒海一般 怎么会这样 弹台清玄想不明白 自己身为黄泉路轮回到的圣女 天地间独一无二的存在 怎么会有与自己长相一模一样的人 更诡异的是 尽管对方的灵魂 与自身截然不同 但他心中 在看到对方时 却有一种莫名的熟悉质感 赵放没有去看震惊中的弹台清玄 他用魂类至宝三生石 互注目清玄最后一丝残魂 以神力小心覆盖保护着 然后将其缓缓沉入网生池 公踢的魂引入池片刻 平静的池内 骤起波澜 池内魂力激荡 建成漩涡之势 将木清玄的那丝残魂吞没 赵放如常神情 闪过一丝担忧 他知道 这些都是正常 可内心始终无法平静 究其原因 还是对网生池寄予厚望 此次若是再不能复苏木清玄 赵放真不知道 自己还有什么方法 能让昔日爱人重新醒来 跟下去 眼看残魂被漩涡吞没就要消失 赵放眸光一闪 纵身跳了下去 抓住了三生石 这个疯子 谭台清玄没有想到 赵放竟会跳下去 惊恶之鱼 欲为对方用情之身所感 往生池 欲含往生之力 任何没有修炼 我教圣典的外人 一旦融入此池 必会被亦万往生之力分解 湮灭记忆 打入轮回 悠悠声音响起 不知何时 先前退走的黄泉道主 再度出现在往生池盼 但莫望着渐渐平复的往生池 平静说道 这一切 都是您的算计 谭台清玄问道 黄泉道主笑了笑 并没有正面回答 平静道 本道主所做一切 都是为了黄泉轮回道 说起来 此举 又为地府送去一个强大战魂 说完 转身就欲离开 但台清玄再次问道 我是不是也在你的算计之中 黄泉道主角不一顿 但没有回头 并不算高大的身躯 此刻在弹台清玄眼中 却如山般巍峨 如海般身不可测 你是黄泉轮回道 唯一的圣女 也是将来执掌 万界生灵生死大权的女皇 你的一切 的确在我与她的安排之中 但这不是算计 听到这话 弹台清玄笑了起来 笑容有些凄凉落寞 如此说来 那道魂影 当真与我有关 曾经有关 如今再无瓜葛 留下这句话 黄泉道人便消失了 但台清玄站在原地 正然许久 最终像已然彻底平静的往生时 投去一个复杂难明的目光 照放发现 自己身处一片奇异空间 这片空间 犹如大海般暗沉 深不可测 空间无垠 到处飘落着肉眼可见 宛如一颗颗小心点的物体 照放随意抓住一粒 仔细看去 恶然发现 这些小心点 竟是一个个沉睡的魂灵组成 这些魂灵的状态 与先前的木清玄 没有两样 看着一眼望不到边的奇异空间 感受着掌心微微发烫的三生石 以及其内木清玄微弱残魂 照放眉头紧皱 他没有想到 往生持近毫无用处 别说唤醒木清玄 连将其残余魂破去其的力量都没有 怎么会这样 照放无比恼火 眼眸内的愤怒火焰 几乎要破框而出 这只有一个解释 小林子悠悠道 这里没有他的残魂 或者说 他的残魂早就被人收走 如果是没来黄泉轮回到之前 对于这话 照放肯定还会有些疑惑 可如今 在见到弹台清玄后 他心中宁然便有了几分猜测 刚才那个女子 有些古怪 小林子道 但具体如何古怪 他却没说上来 既然这网生池没用 那就没有留在这里的必要了 说着 照放就准备离开 然而 就在他准备上浮之时 这片看起来平静无害的海水 崩然皱起 漫天汪洋席卷而来 汪洋之中 无数道细密如丝线 但却蕴含着强烈撕扯之力的气息 巧然临近照放 瞬间发动 欲要在倾壳之间 将塌碎尸万段 滚 照放目光一瞪 双拳紧握 横推八方 砰 砰 刚往强劲的权力 在其身侧炸开的同时 也将那些缠绕而来的丝线逼退 但这些 都只是暂时的 逼退之后 权力微时稍减 那些丝线再度围了上来 纵然照放式铁人 有系统做后盾 这样无休止的抵挡 也会有心神疲倦之时 更何况 他如今身负药物 怎么可能静下心来与这些丝线纠缠 哼 连清泉的残魂都无法聚拢 这网生持留着还有什么用 既然你敢阻我 那本公主就将其打爆 巨魂失败 照放早就憋了一肚子火 网生池内的力量绞杀 直接将他的怒火全部引导出来 狂暴力量 兴起的招式 以及源源不断的杀招 成排山倒海之势 横压而下 即便网生池内力量不同外界 在照放全力爆发后 一时受到不小的阻碍 伴随着一颗颗魂灵星点破碎 一股浩大神秘的力量 溅在神秘空间蔓延 待到后来 那启息越来越盛 启息之中 充满了岁月轮回 沧桑万卜的感觉 又像是一个沉睡了无数万年恐怖巨兽 从永迹中缓缓醒来 照放神色凝重 无比的凝重 他没有想到 这片神秘空间内 竟存在着这样一尊恐怖存在 这启息之盛 哪怕是先前的黄泉道人也比之不如 但诡异的是 这股奇蹊的灵界点 并未冲破神主境 就在你在本上人的往生池内大闹 沧桑浩荡恍如天地风雷的声音 在这片空间内转荡 声音犹如风暴 响起之际 便有无数魂灵星点暴碎 化作纯粹的魂力 融入这片天地 增添这片天地的威势 照放不言不语 目光紧紧盯着前方 在他面前 一尊模糊的身影 渐渐成形 4 4 9 11